大家有去过南投的日月潭吗? 日月潭中有座九只青蛙相叠的铜像 是个很著名的景点 同时也是水晴的指标 在日月潭发生旱灾缺水的时候 经常可以在新闻报道上看见 九蛙叠像 从露出水面的青蛙数量 就能得知现在缺水有多严重 每年当日月潭进入枯水期的时候 通常最多看到六只蛙 只有遇到非常严重的旱灾 才有机会看到剩下的三只青蛙 但在2021年5月时 九只青蛙竟然都漏了出来 中南部水晴拉紧报 不过时常下雨的台湾 究竟为什么会缺水呢? 这是因为降雨的强度 和降雨分布不均所导致的 台湾地区主要降雨集中在 每年5月至11月的雨季及台风季节 其他月份则降雨偏少 因而导致枯汗 容易发生缺水 而且河川长度不长 河流下降坡度大 无法保留多的水 不过台湾四周环海 我们干脆把海水拿来使用 这样就再也不会缺水了啊 可是海水是硬水 不但会降低肥皂去污力 肥皂在硬水中不太起泡 而且用硬水洗头发 头发会变得超级毛躁 水管还会产生水垢 容易堵塞 不过什么是硬水? 水能有多硬? 其实只要在水中含有钙离子 铭离子 我们就称为硬水 其中硬水又分成碳酸氢盐类 和非碳酸氢盐类 碳酸氢盐类 由于碳酸氢钙 和碳酸氢铭逐沸时 会形成碳酸钙 与碳酸铭沉淀 即可去除钙离子 铭离子 故又称暂时硬水 而非碳酸氢盐类的 因水中含钙 和铭的硫酸盐或氯化物 如硫酸钙、硫酸铭、氯化钙 或氯化铭 水中之钙离子 与铭离子 不会因主肺而除去 称为永久硬水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 WHO硬水的基准 把水分成软水 中度软水 硬水 和超硬水 虽然硬水里面 有许多的矿物质 但如果铭离子含量过多的话 不但水会喝起来苦苦的 也容易引起腹泻等肠胃不适症状 所以医师建议喝含量在50到100之间的水 会比较健康 不过在中南部的水质 却比较接近硬水跟超硬水 不仅如此 还记得之前有说过硬水有许多的缺点 除了前述所说 硬水会降低肥皂去污力 洗头后使法质变毛躁 水管一生水垢而堵塞 但其中最严重的就是在日积月累下 当水壶内壁因为硬水 结满水垢 如果仍然持续使用有水垢的水壶烧水 不仅会使加热效率下降 延长烧水时间 也会增加耗电量 同样的 如果电热水器的内部也有累积水垢 除了造成热水量逐渐减少 也可能缩短热水器使用寿命 使得爆裂和爆炸的可能性大大提高 不过水是我们日常生活中重要的必需品之一 我们用它来洗碗 洗菜 冲马桶 洗澡 和饮用水 为了解决硬水带来的问题 硬水软化变成了很重要的课题 该怎么做才可以把硬水软化呢 硬水软化 就是要将水中的钙离子和美离子去除 我们可以使用洋离子交换法 例如RNA型洋离子交换树枝 其功能类似麦饭时 当硬水通过洋离子交换树枝时 硬水中的钙离子与美离子 会和树枝中的钙离子交换 而使水变软了 台湾虽然四面环海 但是因为海水中含有许多氯化酶 硬酸钙和硬酸酶等物质 让海水的水质硬度很高 更不用说其中蕴含过多的盐分 使得我们无法将海水当作日常用水 除非可以进一步把海水淡化 我们最熟知的海水淡化方式 为RO逆渗透 若将低张溶液的淡水 和高张溶液的海水置于液管中 中间以一片允许水通过的 半透膜分隔开来 在膜的位置 一般可见到水从渗透压低的淡水 流向渗透压高的海水移动 此称为渗透现象 但若在海水处施雨漆 则可见水由渗透压高的海水 流向渗透压低的淡水 由此可知 逆渗透是正渗透的反向 且通常比正渗透的自然过程 耗费更多的能量 今天学到了好多 让我们来一起整理重点 什么是硬水呢? 硬水就是含有钙、鎂离子的水 硬水有哪些种类? 碳酸氢塩类 主沸时会形成碳酸钙与碳酸酶沉淀 又称暂时硬水 非碳酸氢盐类 钙和酶的硫酸盐或氯化物 不易因主沸而沉淀 又称永久硬水 硬水的缺点 降低肥皂去污吏 亦产生水垢造成堵塞 要怎么把硬水软化? 可以透过氧离子交换树枝 将水中的钙离子和鎂离子去除 怎么做可以将海水淡化? 可利用RO逆渗透法 其原理是透过加压海水 使海水中的水分子 通过半透膜过滤变成淡水 最后来想一想 全台湾目前有24座海水淡化厂 但海水淡化的成本非常高 像是马祖地区 每度海水淡化水的成本高达80元 而且海水淡化后 会变成盐浓度高的卤水 若直接排放回海内 将影响海洋生态 这也是为什么台湾虽然四周还海 但每到了枯水期 还是面临水资源短缺的问题 请大家想想看 有没有更好的海水淡化方式 不但成本低 又不需要耗费这么多能量 欢迎在下方留言 告诉我们你的答案哦